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 今年21岁的自闭症钢琴家李尚轩 他去年曾经代表台湾到加拿大 参加国际身心障碍者钢琴比赛 拿下了大奖 对他来说 学钢琴可以让本来很容易躁动的情绪稳定下来 无形中达到治疗的效果 而李尚轩的妈妈 希望为他争取到更多的演出机会 让他靠着音乐天分自力更生 是否中庭恰功人潮来去匆匆 不过优美的钢琴声一响起 原本烦躁的空气变得轻快 不少人停下脚步来欣赏 这位演奏者叫李尚轩 去年国际身心障碍者钢琴比赛 艺术上的得主 尚轩从小被诊断有过动型自闭症 和中度智能不足 不过特殊的音乐天分 开启他生命的另一扇窗 四岁开始学钢琴 到现在已经17年 记忆力超强 音符过目不忘 一般音乐系学生 特别需要苦练的快板乐章 他弹起来更是行云流水 不过音乐的诠释 想要更上一层楼 就得需要老师的细心引导 小姐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小姐 这个女生讲话比较温柔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这边比较小声一点 老师运用各种情境和比喻 帮助上轩理解乐曲的精神 结果上轩忍不住 偷偷打了哈欠 我是比较想要摸她的耐心 因为我在三年前 我刚教她的时候 她当时弹慢版乐章 就一直打赫欠 所以我后来就在想说 可能我们的 我们的快版乐章 快版的乐曲 对她来讲是她正常速度 莫扎赫好听吗 好听 因为在今年里的演出要准备 音乐表现的细腻度还需要加强 不过弹钢琴不只让上轩找到自己的兴趣 也有治疗的效果 乖乖坐在椅子上 弹完全长二十几分钟的莫扎特作品 让人根本忘记她有过动型的自闭症 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然后还有说学音乐曲子越来越长 所以她现在是比较稳定的 由于妈妈的耐心陪伴 学了音乐让原本容易躁动的上轩 成为家里的快乐天使 不过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 给这些特别的天才多一点掌声 上轩目前在高雄市政府和中山大学 有固定演出 妈妈希望为她争取更多演奏的机会 也希望透过上轩的表演 扭转社会的刻板印象 让所有自闭症的孩子 都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记者南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